关注大马掌握国际 欢迎收看RTM华语新闻 您好 我是林志平 来看这一节新闻的主要内容 安华今早抵达财政部打卡 与官员展开闭门会议 交通部长陆兆福强调 东海岸铁路计划将会继续进行 不会有任何改动 解决鸡蛋短缺问题 农业部长妈妈撒布 今天将宣布降价事宜 在就任首相一个多星期后 首相兼财政部长 德德士安华今早抵达财政部办公楼 并在多名财政部高官的迎接下 正式打卡旅行 安华是在今早7点58分 抵达财政部 并且受到财政部副秘书长 德德卓汉 德德阿尼斯 及德丁·拉西达等 多名高官的欢迎 他与在场官员打招呼后 正式进入部门打卡上班 并且到第12层的办公室 与一众财政部官员展开闭门会议 早前安华透露 将会重新检讨2023年财政预算案 并在12月19号的国会会议上 提呈公务员的薪酬预算 据了解 在1991年到1998年间 安华在前首相敦马哈迪的领导下 就曾担任我国财政部长 而在阔别多年后 安华出任我国第十任首相 并再次担任财长一职 与此同时 首相德德区安华也保证 他所领导的团结政府 将会继续落实一些前朝政府留下 并对国家有利的政策及措施 优优优独播剧场 首相承诺将继续执行前朝政府所带来的良好立法建议 而所有建议将会经由法律及体制改革部审查 并由内阁讨论及批准 此外 针对前首相Danshi Mohideen 被指挪用高达6000亿令吉的政府资金仪式 安娃表示 政府将会交由执法机构决定 是否调查有关的指控 而他本身并不想要翻旧账 只是想专注于推动国家未来的经济 在团结政府的成立下 我国内阁首次出现两名副首相 也就是Dadoshi Ahmad Zahid 以及Dadoshi Fadila 对此 首相Dadoshi Anwar表明 Ahmad Zahid将负责水灾管理 而Fadila则专注在沙巴和沙拉越事务 尤其是1963年马来西亚协议 而Fadila之亚协议 而Fadila之亚协议 他表示 作为首相 他无意把所有权力都揽在自己身上 而是分配给自己的内阁成员 他强调 政府将为水灾做好准备 尤其气象局预测水灾严重 因此 已经要求阿玛扎亦主持天灾委员会 立即采取监督及应灾措施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随着内阁部长宣誓就任 数名华人部长也在今早正式打卡上班 其中 再度出任交通部长的陆兆福 今早重返交通部并强调 东海岸铁路计划将会及时进行 不会有任何改动 陆兆福是在今早8点32分 抵达交通部大楼 并且受到交通部秘书长 Dato Isham Isha及副秘书长 Dato Noma等多名高官的迎接 他在与官员简单握手寒暄后 在早上8点33分正式打卡上班 对此 交通部也为陆兆福举行欢迎仪式 大约有200名官员出席 而陆兆福也在会上发表献词 据了解 这也是他在2020年3月 阔别交通部33个月后 重返交通部出任部长一职 另一方面 首次入阁的房屋 及地方政府部长尼可敏 今早8点45分也抵达办公大楼 同样受到一众部门官员的迎接 并分享开始旅行部长职务的心情 希望能与官员合作愉快 为民提供最佳服务 镜头转向轻体部 第一天打卡上班的部长杨巧双 与其他部长不同 今天一身轻装打扮 穿上运动鞋 亮相部门 对此 杨巧双表明 这双运动鞋是丈夫 拉曼·陈德兰为他出任 轻体部长送上的礼物 他坦言 自己从未料到 被选为轻体部领导 但他相信他能履行好职责 为国家发展体育 并且与官员和利益相关者密切合作 聆听运动员的心声 交通部长陆兆福昨天正式走马上任 然而就在上班第一天 陆兆福在傍晚的尖峰时段 搭乘轻快铁格拉纳在野线 以体验一般通勤民众 每天经历的真实情况 对此他表明 将会针对自己的乘搭体验 与国家基建公司最高管理层 展开讨论 以提出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的方向及方案 陆兆福5号晚间通过脸书表示 他在下午5点到7点的尖峰时段 乘搭轻快铁格拉纳在野线 他说列车车厢十分拥挤 肯定让乘客非常不舒服 这次的出巡 陆兆福并没有通知任何媒体 也没有通知格拉纳在野线的运营单位 也就是国家基建公司 从画面可见 他身穿普通衬衫 头戴着一顶黑帽和戴着黑色口罩 希望能像普通乘客般体验最真实的情况 并感受他们每天经历的事 理解轻快铁乘客们面对的困境 对此他说 他将在这个星期 与国家基建公司高层开会 并讨论他的乘车体验 商议改善公共交通服务的方向及方案 我国鸡蛋供应短缺 就连首相德德西安法 在农业及食品安全部长 妈妈撒布上班的第一天 就叫问是否有鸡蛋的问题 对此 妈妈撒布表明 他今天将宣布 降低蛋价事宜 并进一步减少对垄断集团的依赖 以确保售价合理 鸡蛋供应充足 我们将看来 我们看到 至少ılan单需要 将是点菜单 肉质 质 肉质 月质 行 顺客 我們會跟其他員工 食物 食物 食物等等 這是最重要的 要注意 很多年來的經濟 會在年來的經濟 所以我們會遇到 我們會在這裡 我們會跟我們一起 媽媽薩布說 儘管目前她還沒制定 詳細的部門願景和使命 但她認為 糧食充足和合理價格至關重要 她將聆聽部門官員的匯報 並進行討論 以便採取適當行動 國內貿易及生活成本部長 德德徐薩拉呼定指出 該部將立即動員 國家生活成本行動理事會 以設法解決困擾人民的 生活成本課題 可選擇 KPDN KSH KSH KPD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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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KSH 沙拉胡定承诺将动用所有专业资源 以满足全民的期望 解决顾家上涨和市场食品供应短缺的问题 同时该部将与其他部门展开策略合作 尤其是农业及食品安全部 以优化食品生产及最大限度的降低生产成本 自全国大选后 社交媒体平台TikTok就不断出现挑衅和极端主义的内容 甚至引起部分民众恐慌 对此数码通讯部长发明表示 TikTok应用程式供应商将与数码通讯部 建立战略合作伙伴关系 共同遏制相关内容的传播 发密发文告指出 TikTok应用程式供应商在与大马通讯级多媒体委员会会面时表明 希望通过该委员会与数字通讯部合作 以立即遏制和消除 破坏社会各阶层和谐的挑衅及极端主义内容在社交媒体上传播 对此他表明 该部也会和其他社交媒体平台供应商进行更多系列会议 以尽快处理相关的问题 他说 在内阁会议上首相也强调需要打击传播挑衅内容 威胁和谐及触及王室 宗教和种族等敏感性课题 内政部长德德西塞福定促请政客们 无需再发表引起国人紧张的言论 因为新政府已经成立 首相已经受任 任何问题将会带到国会上解决 塞福电指出 面对后疫情时期 国家经济还没完全复苏 政客应该停止玩弄 具有威胁意味的政治手段 他表示 如今政府的焦点是专注于工作 不允许将焦点转移到这些琐事上 而是带来稳定 恢复经济 及照顾人民福祉 塞福定是在居邻警察总部新闻发布会时 这么指出 他同时已交两艘救生艇 以及五台电脑给居邻警察总部 湾拉巴鲁警局及居邻志愿警卫团 以应对州内的水灾情况 一名故意女子因为行踪可疑 遭到巡逻警方拦截检查 不料女子拒绝合作 开车逃逸 警方出动两辆大型巡逻摩托 及七辆警车追捕长达65公里 女子最后因为汽车故障而落网 华多雅野警区主任 马马瑞索海密助理总监 发布告指出 当局是在本月4号凌晨 在市镇巡逻时 拦截一辆行踪可疑的 白色丰田休旅车 不料该名司机不愿配合 并鲁莽及危险驾驶逃逸 警员随后向该轿车后轮开枪 展开追捕 直到轿车在路上引擎和后轮故障 被迫停车后才成功逮捕该名嫌犯 经过调查 当局并没有发现轿车内存有违禁品 而39岁的女嫌犯也没有犯罪前科 毒品尿液检测呈阴性 初步调查 嫌犯是因为感到恐惧 以及对生活压力感到愤怒而躲避警方 警方援引刑事法典第307企图谋杀条文 刑事法典第186阻碍警方办公条文 1960年军火法令第39条文 1987年陆路交通法令第42鲁莽驾驶条文 以及1959年道路交通条规展开调查 同时警方也劝警 好的 以上是这一节的新闻内容 我是林芷妍 感谢收看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